大家見面啦 是的 所以這一次希望透過歌 去傳達出什麼樣女人 內心最深處的感情跟感覺 我覺得還是發掘自己 然後肯定自己 然後去了解自己 然後給自己自信 這樣的方向去 但是也不表示說 一定是一個女強人 所以我們的主打歌 就是對愛還是會有期待 對愛還是會有期待 希望在這個年齡層 不同職業 不同性別 不同 就是從年輕到老 哪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的 這個 朋友們 像女們中女們 對 還是要保持著對愛期待 這樣的心態 真的 不管怎麼樣 這個天天都要保持在談戀愛的心情 才能夠讓自己活得很開心 過得很愉快 不過來問一下小巫姐 這一次這個新專輯 我覺得你這個唱功 已經是毋庸置疑耶 進去錄音室裡面 應該咻咻超級快吧 對 咻咻的買單 好快的啊 如果是 沒有我覺得是 可能是因為唱就是比較有經驗 但是我覺得 每一次發專輯都還是會 怎麼講 還是會有點壓力 因為畢竟 其實我中間大家都知道就是 也割了差不多很久 然後沒有出專輯 然後現在就是要把以前的扣打通 都把它補滿 所以 每年一張這樣子 對 每年一張給它趕上 補上進去 不過呢 3月1號新專輯要發行 今天感覺造型很sexy哦 是sexy嗎 對啊 髮型好俐落哦 自己喜歡這樣的感覺嗎 對 我自己喜歡俐落一點 對 我比較不太適合是那個 長髮飄逸的感覺 長髮飄逸上女系的感覺 是不適合小五姐 對啊 如果哪一天我長髮飄逸出來 我相信每一女朋友 那個鏡頭已經會 啪 嚇到嚇死 想說不適合啦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有個性的感覺 是很適合小五姐 不過呢 要聊一下 3月1號新專輯發行 在相隔10天之後 3月11號都要出國比賽哦 蛤 香港啊 香港 演唱會 香港 哎呀 哎呀 準備的怎麼樣 欸 準備的還好啊 嗯 不錯 準備的不錯 準備的不錯 就是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這個興奮 因為畢竟 洪勘也是一個 在亞洲 對一個藝人來說 喜歡唱歌的朋友來說 我相信都是一個里程碑 是標心 然後 就是可以 站上那個舞台就是很開心 所以一定要問一下 3月11號在香港開唱 在今年有可能會規劃回台灣嗎 差不多啦 算算的 時間差不多 那看當時 當然是願意啊 哈哈哈哈哈 所以有機會囉 如果那個 絕對有機會 復讀一下的話 是有機會得到的 OK 其實我也有一段時間 已經就是 忙 忙於做其他的事 所以 希望 越快越好 好 可以在 今期可以在 台灣我們再舉辦 徐晦演唱會 OK 希望大家一起來 集氣期待這個小霧姐的 徐晦演唱會在台灣 不過呢 那這一次呢 我們希望呢 來到電台做這個通告 要請一個很厲害的專家 透過黃小舞的畫作 來剖析你的內心深處 到底你對愛 有沒有期待 你能不能夠越愛越明白 這個專家很麻辣喔 他很修理喔 跟我一樣 對喔 修理 跟你有的拼喔 是喔 對啊 所以很期待 你們兩個人在場上 阿啾啾啾啾啾啾啾的 麻辣火花 不會啦 不會嗎 不會 我這邊沒有帶劍出來 喔 好 所以我們就要用這個 畫作的方式來剖析 黃小舞的內心世界 請大家歡迎的是 我們這個實踐大學 實美所的教授 歡迎 曲家瑞老師 教授 好 教授 你們今天兩個很搭耶 對比啊 藍色配黃色耶 非常一個fashion有沒有 今天春夏的顏色 通通在今天 在你們兩個人身上一覽無遺啊 真的 不過呢 問一下小舞姐對於 許教授的印象是什麼 其實我對這個名字不太熟 喔 不 有啦 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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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 他這個人 我今天看到他本人 啊 搞了半天 你是許家瑞 欸 對 因為我 之前 我很喜歡去一家店叫酒 不急而遇 我遇過小舞姐在抱多少 真的假的 然後他都很低調到那邊去 坐在那邊聽吃 對 然後都點什麼 注意偷看一下嗎 小舞姐的菜單 沒有都坐遠遠的 然後有人去打招呼 我就想說 我還是不要好了 是 所以呢 許老師 其實你也很抱歉 我有看到 我很想打招呼 可是我怕說 我可能干擾到他 嚇到他這樣子 還好 OK 所以呢 小舞姐呢 對於這個許老師的印象是 經常在 喜歡的飯館 會不起而遇啦 欸 對 我記得有一次 對 然後後來他就去 算了 那一段就不要說了 就是 然後我很多年前 還在我們家那邊 另外一家餐廳 叫極緣也看過 欸真的喔 然後那時候他跟一個男生 蛤 這是爆料的意思嗎 你現在是給我 我印象中是外國人 對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嗎 我在後面也講好了 對啊 就我們家那邊有一家那個 日本料理店叫極緣 小舞姐你知道吧 有嘛 然後我也是遠遠的望著你 然後想說 啊 還是不要去 好啦 你出來好不好 嘿 你現在可以出來 你剛剛的問題 阿關剛剛的問題是 是 小舞姐對於麻辣 他常出貨的多快就對了 為什麼 噢 我差一點就接不下 那個眼淚都快飄出來了 不知道 好 所以 超麻辣的啦 好好 趕快拉回來 趕快拉回來 反正總之呢 那徐老師對於小舞姐的歌聲 有什麼樣的印象 太棒了 太棒了 都哭了 都哭了 謝謝 然後每次去KTV大家都要點唱 要搶著唱 搶著唱小舞姐的歌對不對 可是今天呢 兩位 辛植 是心直口壞嘛對不對 兩個女生 互相要 面對面 那當然呢 我們要讓這個 曲老師出一個題目 小舞姐不知道是什麼題目 不知道 出一個題目讓這個 小舞現場 作畫 作畫之後呢 曲老師要根據 小舞姐的畫風 來做出兩個判斷 就是 黃小虎的 你有這個才華 我沒有 心理研究 我沒有 他有修心理學吧 我沒有 我想說你會爆料之外 我會 我只是印象中而已 印象中 所以呢就要根據這個 對愛的期待度 跟這個閃昏的指數 來做一個吼西 喔 閃昏 可以啊 民國一百年 那麼多人閃昏 就是說他要來側看我有沒有傷 對 因為嘴巴上可能說 不會不會不會 但事實上那個畫是 無所遁形的 真的嗎 對內心的想法小命 我想我已經這個歲數 我還 沒有卡過 是喔 是不是 很難收的啦 很難收喔 對啊 好 所以就麻煩我們把這個 作畫工具給 畫 出來 馬上就來啦 好 所以我 我隨便畫對不對 不是不是 徐教授要 很簡單 很簡單 對 這比我上台還要緊張 你知道嗎 你也不知道他出哪一招 不知道啊 那個不是那個嗎 那個 我應該拿側面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你 對 稍微側一點 45度 這樣這樣這樣 好 那我要聽題目了 小霧姐你對於畫畫擅長嗎 就是不擅長 不擅長 我現在很緊張 比我真的唱歌還緊張 把他手上這個筆 當成是麥克風 給他揮灑下去就對了 這個粗細有點差 有點差 平常喜歡拿大支一點的齁 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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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平常沒有用太小的 對對對 好 那 徐教授準備好了嗎 好 題目就是 呃 什麼啊 想一下喔 喔對應該是問說 小霧姐你通常就是 下午啊 你要去喝下午茶好了好不好 這樣講 不是說你在錄音樂唱歌 突然間 欸想休息一下 你要喝個飲料 我們幫你點一個飲料送過來 你希望 是什麼樣的飲料 是冷的還是熱的 然後是裝在 你希望是裝在玻璃杯裡面 還是裝在一個 那種不透明的 還是你希望放在紙杯裡 隨便你 然後你希望用吸管喝呢 還是怎麼喝 然後你希望它是茶還是咖啡還是巧克力 還是任何東西 然後有冰塊嗎還是沒有 天啊 你好多喔 對 我要畫那杯飲料 對 你想喝的那杯飲料 對 想喝的飲料 你們可以等嗎 可以啦 可以等嗎 待會兒還有通告嗎 你慢慢畫 另外 中間已經有人在搖頭了 要畫一些細節 畫一點 對 有 detail 有 detail 所以要畫那杯飲料 對 畫飲料